你去看看那个国民党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党的 在电视上面怎么骂我 哇 台湾 哇 凶得不得了 但是看到共产党像奴才一样啊 你看 今天的报纸的 什么报纸的报纸 联合报 就是这些报纸 还有什么 头条 我们韩国瑜先生说 民进党像匈奴 捞完就走人 难得他讲对一句话 用了多少国营事业 这些许多的官员没有专业 所以民进党的像匈奴一样 讲的没有错 国民党也差不多吧 你想想看国民党啊 不也是匈奴吗 你去看看大陆的 那个电视台 我每天啊 一定花半小时 看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哎呀那国民党的那些人啊 上大陆的电视台 骂台湾骂得好凶好凶啊 是不是叫做匈奴的凶啊 凶不凶啊 批评台湾批评的简直是 臭狗屎一样 你去看看那个国民党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党的 在电视上面怎么骂我 哇台湾 哇凶得不得了 但是看到共产党像奴才一样啊 哎呀鞠躬啊 那是不是叫凶奴啊 又凶又奴啊 不要在共产党面前 让共产党人看不起我们台湾的 这些政治人物 跑到大陆上面 不但骗吃骗喝 而且还问家要钱 吴敦毅主席说 国民党的那些所谓的高层 没有人去做什么买办 你信吗 我信 去问一问所有的台商 200万的台商 去看看 这些买办 一副那种卑躬屈旗 应该台湾有健保 赶快去看看松鼓镇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去看一看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 昨天我提出来 马英九贱卖三中 说到今天为止 国民党发不出薪水来 各位 我离开国民党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